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地抓紧抓食春耕春管打好全年农业生产第一帐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4月8号至9号来与考察 两地举行重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交流座谈会 共同签署重庆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恒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蓝天利 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袁家军在讲话中对代表团来与考察表示热烈欢迎 对广西长期以来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 广西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值得重庆学习借鉴 当前重庆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 深入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牵引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助力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突出数字化和全面生化改革双轮驱动 纵深推进改革攻坚 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健全抓党建带全局工作体系 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重庆 袁家军指出 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5周年 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的第5年 重庆院同广西一道 深化战略对接 推进优势互补 携手探索西部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协同培育新制生产力 强化科技研发合作 推动数字化协作创新突破 合作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成果 联合打造多市联运示范工程 扩大铁海联运一单制应用范围 完善通道综合服务体系 全面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全国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共同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 稳定和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规模 持续加强开放平台合作 共同探索路上贸易规则 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加快文旅互促发展 深化教育领域互动交流 加强医疗康养合作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和认同感 刘宁代表自治区党委 政府 衷心感谢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 对重庆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 刘宁表示 重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围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目标 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展现新气象 敢闯敢试 改革争先 值得广西学习借鉴 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 解放思想 创新求变 向海图强 开放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 新制生产力 着力推进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板区 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和越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 一区两地建设 奋力补写中国是现代化广西篇章 广西与重庆地缘人缘商员相通相连 在区域合作上具有天然的条件和优势 希望双方强化高质量发展对接 把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 与广西一区两地建设衔接联动 携手推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落实余贵合作各项协议 在发展规划 政策措施 重大项目 重点工作等方面 加强对接协作 携手加强研编临港产业园区建设 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 数字通道等方面合作 共同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 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拓展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加强文化 旅游 康养 金融 教育 会展等领域交流 携手推动余贵两地区域协调平衡发展 让大美重庆与壮美广西交相辉映 共同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和加强国家战略附地建设做出贡献 共同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天砖加瓦 增光天才 在雨期间 代表团考察了 内陆国际附流枢纽展示中心 通用技术集团 国策石山科技有限公司 瓷器口古镇 寒尔产业园 赛利斯汽车超级工厂 以及中心城区 两江四岸核心区 城市更新情况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 陈一军 徐永克 周一爵 重庆市领导 江辉 罗令 陈兴武 莫公明 郑向东 江敦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有关地市和部门负责人 重庆市有关区和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相关活动 两天时间行程满满 有何收获 跟随新闻第一线 走进考察现场 刚刚广西的随团记者 给我展示了两张照片 这是4月6号的广西青州港 照片中的金吉元 浩巴伦正搭载着一批 重庆造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等产品 发往奔兰地区 而他们出发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 在展厅内有很多图片 像这一张地图就能够看出 陆海新通道对于于贵两地 乃至整个内陆地区的意义 以前西部地区的货物 想要出海 需要通过水运 抵达东部海港 但是长江的运力已经趋于宝河 而广西虽然坐拥天然两港 但由于青州港的运力有限 船舶只能停靠广州南沙港 物流耗时长成本高 西部路海新通道应运而生 重庆是内陆地区开放的一个高地 我们广西就有上海的优势 还有面向东盟的优势 协同并进 通过产权的关系 牛带关系 以沿线更多的省区 加入到平台上来 同时我们要打造金融法务的服务联盟 为陆海新通道 在金融法律咨询贸易往来 投资恰然等方面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今天考察的第二个点位上 我们看到的主角是这些黑盒子 它的名字叫做纳米石山 可以用时间测量空间 测量进度达到0.069秒 达到了现有检测仪器水平的极限 我们了解到这一把尺子的诞生 也是于贵两地合作的成果 在贵央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出资 在于高校重庆理工大学出技术 这把尺子 镌刻着两地在科技产业等领域的携手突破 一路上我们看到代表团的成员们 一路看一路易 创新也是大家口中的关键词 从通道合作的创新之举 到科研成果的创新孵化 大家说这次跨区域的考察 跨得有新意有收获 推动通道物流规模 再创新加进 持续扩大海铁连运搬列 覆盖范围 促进中欧搬列 长江黄金水道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三大通道的协同联动 加快构建内畅外联的战略性综合疏流 制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重庆与广西 一个是路上枢纽 一个是江海门户 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 从长江之畔到南海之滨 从团结村到青州港 两地正以通道为媒 共赴新时代陆海之约 这是热情洋溢的双向奔赴 也是互利共赢的携手同行 山海有相逢 来日皆可期 如今 当陆海通达的愿景 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于贵合作迎来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站在新起点 我们将与广西跨山越海相向而行 再培育新制生产力 扩大对外开放 共建现代产业体系 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 深化合作 深度发力 形成更多 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谱写更为辉煌的陆海新篇章 重庆和广西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区域合作多点开花 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作为两大枢纽 于贵合作也站在了新的节点之上 今晚重庆卫视 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 敬请关注 今天智慧巴鱼大讲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知识集训举办专题讲座 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副主席 西湖大学校长 结构生物学家 施医工受邀做专题讲座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恒华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 市政协主席陈立华 市委常委 有关世界领导出席 在专题讲座上 施医工院士围绕生命科学研究 与医药创新发展主题 结合当前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 与发展态势 生物医药产业化趋势 和典型案例等进行授课 并对重庆如何培养和聚集顶尖人才 加强产学研衣协同创新 发展壮大生物医药产业 提出建议 胡恒华说 施医工院士的讲座 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专业性 实践性 生动性都很强 我们要认真消化吸收 迭代升级专业能力 专业本领 更大力度推动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 要把握大趋势 下好先手旗 增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使命感 深刻把握生命科学内在规律 抢抓产业变革新风口 一体推进产业急剧 技术创新 融合发展 使生物医药成为 我是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 要坚持市场导向 发挥比较优势 强化龙头带动 加强精准招商 构建前端研发 联动后端产业化的发展格局 创新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讲座以视频方式举行 各区县设峰会场 市委各部委 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市级有关人民团体 市属事业单位 部分中央在于单位主要负责人 部分金融机构 新闻单位负责人 有关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 市属重点国有企业 中央和外地在于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 相关重点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标志性应用成果 我事已打造了于悦养老 于悦公积金 于悦根治倩薪等一批应用 初步构建起数字社会 为民利民会民的服务体系 其中于悦根治倩薪 数字应用便被动查办倩薪 为主动预警 为2.6万余名劳动者 追讨工资3亿元 不久前 于北区一名劳动者 因为拿不到工钱 通过于心码进行了反应 很快 这个问题被派发给 当地基层治理指挥中心 并指定了专门负责人 在经办人的调节下 4个小时后 这名劳动者成功拿到了工资 现在化劳动者当天投手 可以当天继续借助处理 倩薪金额较小的 我们可以在当天就处理完毕 除了有于心码第一时间 汇集倩薪线索 还有一大批致倩血管员 活跃在各大工地 收集基层数据 这些大数据将在根治倩薪 数字应用中 与9个部门的工资发放 企业经营等数据联通 构建起倩薪的预警体系 比如九龙坡区低处工程 就因为建设项目专户资金异常 受到了倩薪高度预警 被相关部门督促纠正 我们贯通多渠道的数据 从企业项目社保缴费情况 企业生产经营指标等数据的 实时分析 建立了56个预警项 发出预警后 属地人社局行业主管部门 乡镇街道会第一时间介入 进行摸牌处置 将倩薪矛盾隐患 化解在萌芽阶段 目前根治倩薪数字应用 已累计覆盖4000余个 在建项目 3.8万余家重点行业企业 整个应用贯通权是 1031个乡镇街道 2261个区域部门 和国有平台公司 累计处置倩薪线索6万余条 倩薪预警1万余条 倩薪线索处置时间 缩短50%以上 为2.6万余名劳动者 追讨工资3亿元 这段时间各地重点工程建设 快马加鞭 部分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作为将电入鱼的关键工程 哈密至重庆 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于北换流站项目 正提速推进 施工现场 混凝土泵车 运渣车 悬挖机等不停运转 500多名工人全力奋战 相当于40个足球场面积的 场平工程 预计于本月结束 于北换流站 作为西南地区首座售端换流站 明年6月份投运后 将具备向重庆供电的能力 标志着重庆电网 进入胶直流特高压时代 将成为重庆电网 接纳新疆清洁能源的重要落点 在万州 市集重大项目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扩建工程也有序推进 建筑主体施工已完成80% 力争2025年9月全面竣工 新校区占地759亩 规划有学生宿舍 教学大楼 实验实训大楼等 可容纳在校学生8000多人 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后 将极大的改善 学校的办学条件 有力地促进 学校专业布局的调整 和内涵建设 为学校后宿的发展 和提挡升值 打下坚实基础 铁路方面 乘于中线高铁重庆段 同样捷报频传 位于大族的万家坪双线特大桥 全长2400米 是前四标段最长桥梁 目前572根装机 全部建设完成 大桥已进入 敦筑施工阶段 正在进行 成台 敦筑 及电池的施工 预计 2025年初 完成桥梁 下部结构的施工 在秀山 历时近三年建设的 马西水库大坝 枢纽工程 进入施工倒计时 作为全市水源工程 三年行动的重点项目 水库设计总库容量 1292万立方米 建成后 每年可向秀山县城 提供1600多万立方米的 生产生活用水 目前今天人物是 打坝把林地的 辅导工程检设 打坝左右 绿化林地施工 我们计划于 今年5月底 完成检设人物 行行 下载学学 我是聚焦群众 繁心市 揪心市 持续推进一批 民生时事落地落实 让大家的幸福感 橙色更足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是我是今年 接续推进的 重点民生时事之一 在乌山县高堂街道 极仙社区 六个老旧小区 正同时推进改造 除了环境整治 当地还将新增消防设施 加装电梯 化设停车位等 一并纳入改造范围 改造后 便有路凭证 卫生条件好 水量有需停放 小区片的文明 赶紧又争取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里 感觉很舒服 目前 乌山县正在实施改造的 老旧小区 达到60个 汇集17000多户居民 老旧小区改造 是大家的事 同时也呼吁 广大老旧小区业主 朋友 建议先策 出资处理 共同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中来 解决城区 停车难问题 也是提升 居住品质的 关键一环 最近 福林区 荔枝街道 推出 错时共享停车模式 江峡区 204个 机关事业单位的 固定停车位 在节假日 以及工作日下 下午6点半 到次日早上8点 措施开放给附近 居民停车 讯息临近 也到了滑坡 泥石流 他方等地质灾害 亦发期 为保障村民 出行安全 乌西县将农村公路 分为398个网格 每个网格 一支护路队伍 将公路养护管理责任 落实道村 在乌西县 大河江 紫花村护路队 就和志愿者一起 开展路间陪土 路面清扫 等养护工作 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我们是公信岗位 是每周是一次清理的 当院代表 或者那些网格 两个月的事件 是要进行对路面的 来巡查 那里苦难 坏的 我们都会把它安装好 如果有夸划的 都会搞经济的那些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4采注联合者大会上了解到 通过与采注电商平台 联合成立 重庆万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两厂新区正加速搭建 及招标采购 在线商城 订单履约 供应商管理 四位一体的建筑材料 及采交易平台 规及采购规模 提升溢价能力 并使招标采购 全流程电子化 通过平台公司 变成了把分散采购 变成了集中采购 把需求打捆 那么它大幅的提升了 城市经济发展的 溢价能力 能够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效率 降风险 今年两江计划 集采金额 将会突破20亿元 至少节约20%的成本 每年可以节约4亿元 大会现场87家拟入住 两江新区建筑材料 供应商企业代表 与两江新区签约 将在国资盘活 房地产 商贸流通 绿色低碳等领域 展开合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 创新引领10周年 学术研讨会 8号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 百云名理论界 实物界专家学者 和师生代表 齐聚一堂 共谋总体国家安全观 和国家安全学 学术研究事业发展 来自国务院参事室 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 六位专家 做了主旨演讲 并举行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理论创新 等四个平行分论坛 近段时间 春夜洗雨多 气温回升快 正是农忙好时节 各地抓紧抓食 春耕春管 打好全年农业生产第一帐 眼下 渔西地区水稻 开始大面积灾差 在同梁区东城街道 兰马村的高标准农田 三台高速插阳机来回穿梭 八行央苗一次性整齐铺开 只需一天 两百余亩的田块 就可以灾差完毕 往年一台插阳机 六行或者四行的插阳机 大概一天的作业面积 是20蒙左右 今年我们的面积能够 每天每台插阳机的作业面积 能够达到40蒙到50蒙左右 全区机材的面积比长延的话 应该增加了一半的样子 长延的话大部分2万亩 今年之后有5万亩的作用 近段时间 银阳县正抢抓时机 加快推进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平整田块 除梗填钩 新建灌溃设施 将八掌田积窝地 变为高产增收田 在我市高海拔地区 水稻疫苗迎来最佳时节 走进前江区临厄镇的高平村 农人们穿梭在田间笼上 忙着平整苗床 撒种附魔 种下一年的希望 各地还采取各种措施 保障春耕春波顺利进行 由于缺少有效降雨 河川前塘镇等地部分稻田 出现缺水状况 当地将双龙湖水库开闸放水 保障群众油水整田栽秧 在福林 电力部门建立农业生产 用电快速响应机制 一站式办理 涉农用电的深型增容等业务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by bwd6